而自称是公民记者的红素珠 辱骂荣民的言论 最近是引发了社会的争议 甚至他还是遭到了棋底 红素珠背后所信奉的 就是台湾民政府组织 不过这组织自称 认为是由美方认可隶属日本 由于牵涉到了主权的问题 再加上被外界视为有恋财的嫌疑 让民众真的是火气气不过 下午发起了路过台湾民政府的台北办事处 表达抗议 关注台湾 关注台湾 红素珠争议依旧持续延收 民众不满怒火大爆发 发起路过台湾民政府的台北办事处 撒民只收日本国旗 还有丢鸡蛋通通都来 红素珠个人言论引发舆论踏伐 但也被揪出他背后所信奉的 就是台湾民政府组织 而这个组织自称由美方承认隶属日本 牵涉主权问题再度引发国内民众不满 如果说他先搜证提告到中华民国法院去提告我的话 那我会笑着他 欢迎 我欢迎你到中华民国法院告我 很奇怪会相信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呢 那台湾什么时候变成日本的土地了呢 外头抗议激烈 但台湾民政府的人却是只拿着录影机或手机搜证 甚至冷眼旁观 不过抗议民众也没想象多 连百个都未足 甚至前头阻挡的80名警力都比抗议民众还要多 随着红素珠辱骂 荣民警察言论一一曝光 演变成如今的素珠之乱 也是始料未及 欢迎新闻 林俊庭 谭英伦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